老母鸡大战毒蛇 看看这老豹子更凶狠 这抱出来一窝小鸡崽子 这个母亲很勇敢 面对毒蛇没有逃跑 直接就是干的 这个毒蛇一口就可以把小鸡吃掉 但是这个母亲挡在了前面 很勇敢 面对毒蛇毫无畏惧 看看他能不能把毒蛇赶跑 现在小鸡也不舍得离开他们的巢穴 一看就是僵持不下 我们再看看眼镜蛇 这个有点狠 剧毒 这个老豹子更猛 直接上去就干 毒蛇一般就是以鸟类为主要食物 包括鸟蛋 基本上都是莲窝端 现在鸡妈妈一直挡在前面 主要用爪子和他的嘴啊 攻击这个毒蛇 攻击这个毒蛇 主要用爪子和他的嘴啊 这个母亲的伟大王保护小鸡成功 这个海外的其他人都拿着鸡蛋 这个海鸡蛋 和鸡蛋 每周虎狐狸巨型水塔 看看这个水塔 吃水蛇就像吃辣条一样 牙齿很锋利 这个巨型水塔可以群殴鳄鱼 一样可以群殴美洲虎 美洲虎一旦到了水里面 那绝对不是巨型水塔的对手 这些小玩意相当的齐心 牙齿很锋利 在水中游刃自由 水性相当的好 现在美洲虎在寻找机会 准备狩猎落单的水塔 这个水塔还可以狩猎鳄鱼龟 饿龟他都能拿下 你说说他有多么凶狠 偷袭啊 水塔正在睡觉 突然袭击 或者说他有多么凶狩猎鳄鱼龟 还可以狩猎鳄鱼龟 马上同伴上来营救 真的很棄心啊 这个美洲虎狩猎失败 在这一片这个随塔就是大哥了 连鳄鱼都不敢招惹他 他这一个族群的数量太多了 关键是太暴团了 偷袭啊这个美洲虎就是偷袭 干不过咱就跑 这吃一顿饭是真困难的 平时啊这个美洲虎可以下水狩猎凯蒙厄的 但是在这个巨型水塔面前不好使啊 连水他都不敢下啊 看这样今天这个脸丢大了啊 被水塔干的一塌糊涂啊 只能上岸睡觉了 就丢老人了啊 大象VS非洲野犬 看看成群的大象啊 这个数量啊很少有 这个竹群真的很大 小象啊马上就要出生 这个阶段呢很危险 非洲野犬早就盯上了这个象群 非洲野犬呢在非洲草原上被称为三哥 除了狮子猎狗以外排行老三 这个竹群呢都是以母野犬为首领 小象出生了 这个象群的保护能力很强的 他们不允许其他动物靠近 大象要是疯狂起来啊那相当的无敌 摧毁能力排行老大 看看这个小象刚出生很可爱啊 也很聪明紧紧的跟在母象后面 看看大象发脾气了 开始主动的攻击三哥 只要他们不离开象群呢就相当的安全 看这样今天非洲野犬呢狩猎很不顺利 今天连饭都要吃不上了 看这样 今天大象的防范意识很强 一点机会没有给三哥 今天的小象啊也聪明了 紧紧的跟随着母亲 想狩猎小象啊真的不太容易 跑慢了很容易被大象踩上一脚 那就死定了 这个小象啊也是有攻击性的 看看主动的攻击非洲野犬 这场战争大象胜利 这场战争大象胜利 疯狂的大象攻击人类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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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小记车很轻松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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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